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关心吧 今天周五一样会有气象预报来告诉大家 周末的天气就是因为 不是说今年最冷的冷空气而已 是入冬以来最强的寒流暴到了 那大家会说这一波冷空气到底多强 还有什么时候开始变天呢 我们从变天的时间点来告诉大家 今天深夜开始到明天的清晨 整个苗栗以北还有基隆北海岸 这一带的观众朋友要小心了 因为开始会出现一些降雨的状况 但是还是比较集中在迎风面的部分 来到明天的白天过后状况不同了 整个台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不时都会出现一些降雨的状况 天气状况是相当不稳定的 再加上明天是大学的学策要展开了 所以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不管你是家长还是考生 出门散记得带在身上了 至于南台湾的部分 明天看起来比较不会降雨 雨比较集中在山区为主 明天南台湾白天还是蛮热的天气 亚洲雨图带你进步来看 为什么呢 我们说今天深夜开始要变天要下雨了 因为有封面系统逐渐靠近台湾 略过台湾 所以明天白天开始 整个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 会转移为容易下雨的天气 那另外我们说南台湾的部分 要注意下雨的时间点 就是在下周了 你可以看到华南云雨的水气 预计在下周一开始会东移影响台湾 不止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 就连南台湾云层都会变多 所以这波冷空气 北台湾比较变冷的时间点 明天开始温度下滑了 但是中南部地区可能到周日下周一 才会让大家比较有感的降温 我们来看到周末这两天的天气 我们先来说 你可以看到下一张图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温度的部分 温度的趋势大家都很关心的 就是这波冷空气来袭 到底温度会有多低呢 你可以看到在封面一过之后 冷空气南下的幅度 就会越来越多 北台湾下降到7度的低温 7度的低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大概就是你走进美式卖场的 这个蔬果室里头的温度 你走在马路上就是这样的温度 就连中南部地区呢 白天高温也不到20度 像是北部的温度一样了 所以这一波的冷空气 真的提醒观众朋友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而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呢 我们刚刚说了 先变天的当然是迎风面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 明天开始就会有感的降温 白天又是一整天不到20度的温度 比较偏凉一点点 还不到冷哦 但是慢慢就会转冷 但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这个周末假期 看起来都是非常容易下雨的一个天气 但是留意到到周日晚上 南台湾好像出现雨势了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提到了 在下周一的时候呢 预计华南云雨的水气 会东移影响台湾 到时候真的不只是 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 就连南台湾天气状况 也会转为不稳定 也因为比较容易出现 降雨的状况 水气增多 所以南台湾的观众朋友 我们说呢 从周日的下半天 尤其是傍晚过后 一路到下周三 下周四的清晨 一定让你冷得很有感觉 面对这一波呢 入冬以来最强的寒流 要报到了 这一波寒流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们下一张图 就要告诉大家了 第一个就是冷 再来就是湿 它不是干冷 它是湿冷的感觉 那冷这一波寒流 一构就是从明天开始 会影响我们五天的时间 到下周三 预计呢 冷到下周四的清晨 下周四的白天开始 各地就会回暖了 这一波冷空气 什么时候最冷 那就是下周二到下周三了 全台的观众朋友都要严防 我们也提到了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明天开始温度就会下滑 至于中南部地区呢 下周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冷的比较有感 因为这个周末假期呢 尤其是南台湾看起来 还是站上25度以上 比较温暖偏热的温度 这个周末假期呢 可能中南部地区 还是要留意一下日夜温差 那至于湿的部分就是下雨了 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一波的冷空气呢 它也带着两波的水汽 第一波就是今天深夜开始 要靠近我们的封面系统 预计在明天就会略过台湾 当然就会为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带来降雨的状况 再来就是呢 周日到下周一 要东移的华南云衣水气 到时候全台的天气状况 都会转为比较不稳定的天气了 我们讲到温度低 而且又有水气 大家会想问什么 有机会看到雪吗 告诉你是有机会的 那什么时间最容易看到雪呢 我们列出来给大家看到了 就是下周一的晚上 一路到下周三 这一段时间呢 是全台的高山 最有机率看到 矮矮白雪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到底哪一些高山 因为山的高度不同 还要有水气的配合 才会看到雪 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个时间点呢 台湾环境场水气最多 我们刚刚提到 有华南云语的水气东移 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 只要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是有机会看到雪的 不管是荷欢山还是雪山 就连高度比较低一点点的 拉拉山跟太平山 我们都给到四个雪人 满分五个雪人 所以降雪几率是非常高的 就连南台湾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玉山雪人 就稍微来得比较少 为什么比较少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南台湾水气 比起北台湾没有来得那么丰沛哦 但是呢 好在玉山的高度高 所以来看的话呢 目前来看玉山在下周一的晚上 到下周三的这一段时间 也是颇有机会看到降雪的 所以提醒大家好好把握了 面对入冬以来最强的冷空气报道 又有水气的确是追雪的大好时机 想要上山去赏雪的话 除了要做好保暖工作之外 安全起见 也要特别提醒您哦 车辆一定要记得 加挂雪链以测安全 我们就把时间再交换给盛凯 下载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